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恒接受晴空网专访 她是接受了晴空网的专访 但不是我采访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了 另外 别拿我的职业操守开玩笑 现在离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这节梦想杯对我来说 有一个我必须要全力祭拜的决手 那个人 就是唐一白 我知道 她刚刚刷新了赛会的记录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记录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我也希望唐一白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成绩 因为 我会一次又一次刷新你的记录 并且在对决的时候 狠狠将你击败 并且在对决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三天可言 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一个女孩说 小布丁 如果你现在听得见的话 我想告诉你 就算是你最重视的人 已经将你遗忘了 我现在还有一个人 是对你而有的 并且她会为了你 一直赢下去 对 那个 昨天欧阳恒看见我的时候 说我 说你什么 她说我感觉像小布点 小布点是谁啊 你知道吗 小布点是谁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回去宣练了 小布点是谁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个小不点到底是谁啊 这个名字听着好耳熟 我是不是在哪儿听过 程美 你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能让从来都不接受 任何采访的欧阳恒能听力的 就是啊 你有什么秘血 你跟我们说说呗 说说说说说 我 其实 程美 你好厉害啊 都到第一去了 所以我们俩要一起努力哦 我会努力的 真替你开心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是怎么采访欧阳恒的呢 真的是他一见到你就答应采访了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真的被我的诚意所打动了吧 我还会呢 员总 给我站住 过来过来过来 你俩都过来 我记得你手上有个专访唐一白的案子吧 之前程美专访欧阳恒的视频 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网友都在追踪 这个欧阳恒跟唐一白之间 两人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希望你在这次专访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查清楚 程美 你帮我去了解一下 这个小不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他跟唐一白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总觉得这三人之间大有文章啊 你们要知道 任何会影响到比赛成绩的迹速 我们都要了解清楚 这样才能找到恰当的角度去报道 明白吗 总之 你俩好好干 能不能实际转正 就看这次的表现 去吧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唐一白对你是没有兴趣了 因为你在某些方面 真的很像我一个朋友 小不点 这个小不点到底是谁呀 跟唐一白 齐瑞峰 欧阳和三个人都认识 会不会是他们的高中同学啊 还是一个游泳队的 听起来像个女孩啊 传说中的小不点 网友真是太神通广大了 这都能搜到 我来会会你 什么情况 所以你下次醒过之前进水 以前你不是这样进水的吗 你如果是这个姿势进水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收回来 这样你肩膀就不用这么转一下了 对吧 对明白了吧 这样你也不容易说什么 唐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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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那张你背着秦孔网那个女孩的照片 你对我们这些粉丝 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你跟他那么亲密 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解释一下我们的 对不起 我们准备训练了啊 大家借过一下 让一让 不用回答我们的问题 那唐一白为什么偏偏指定要回答那个女孩的问题 天还背她呢 唐一白 我们都一样为你加油 你怎么可以那么差别对待呢 对啊 给我们解释啊 解释解释 我们就不信念了啊 不用让一让啊 麻烦让一下 靠下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麻烦让一让 让一让 让一让 她就是唐一白背的那个女生吧 就那个一直跟着她的 听说唐一白刚服出时 她就一直缠着唐一白要专访 现在唐一白躲她都来不及了 就是啊 这个人哪来得上五白啊 死了 你干吗啊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啊 你那么奇妙地变成了过节老鼠 应该是大家都看到报道了 行了 这事先去说了 刘总找你 一白 你怎么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出这么大的坏楼呢 运动员的声音有多重要 这对你能不能入学亚洲精英培训的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吗 一白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是云朵扭伤了脚 一白以单纯朋友的身份背着云朵去找车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跟什么绯闻之类的完全沾不上边 就这种小事 怎么可能会影响到她加入精英培训队呢 那是你的看法 亚洲精英培训队的教练团可不会这么看 唐一白和那个女孩的绯闻 在网上闹得是沸沸扬扬 培训队的教练团 已经开始质疑唐一白 是否能够不受私生活的影响 而进一步实现突破 别的人我不敢担保 但是我敢为一白担保 他绝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影响到他的训练或者比赛 那四年前 是谁没有处理好个人问题 搞到最后 离开泳池的 你们不要小看了 游泳运动这份事业 选手不只是在场上的表现才是一切 在场下 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 都会彻底影响一个游泳选手的运动生涯 立白 虽然我们游泳队 对队员的交维情况 没有详细的规定 可是现在是你运动生涯特别关键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 你和那个叫云朵的女孩保持距离 从现在开始 我终止晴空王对你的贴身专访 禁止那个女孩 对我们男其他的队员 尤其是你 有任何接触 我是来让你跑新闻的 不是让你成为新闻焦点的 你就那么想哄啊 刘总 我当时不知道有人偷拍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 你一个实习记者 为什么让被采访的对象 背着你过马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托你的福 我们的视频 已经被抗议的弹幕给淹没了 你跟唐一白的照片 现在已经是体育跟娱乐的焦点了 你自己也看一下 你看看网友是怎么给你评论的 网友都说 唐一白之所以那么钟爱我们青红网 就是因为你 说我们青红网好一个美人鸡啊 派出美女记者去抢独家 还说你跟唐一白的绯闻 就是我们青红网一手捏造出来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出面澄清 你出面澄清 那我给你弄个记者招待会 好 彻底坐实 我们青红网就是用你来潮信闻好了 陈总教练 你之所以担心云朵会影响到我 无非就是怕我会因为类似这张照片的事情 而没办法进入亚洲精英培训队 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 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菲教练的邀请了 其实我很早就想说 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菲教练 我很感谢你邀请我加入警察局队 但只要泳队还需要我一天 我就不能丢下队友一个人离开 所以很抱歉 现在的我 没办法接受您的邀请 希望您能谅解 谢谢 袁总教练 现在你可以不用顾虑亚洲精英培训队 教练团是怎么看我们的 我希望您能收回 取笑云朵采访我们舞队的决定 一白 我明白您的顾虑 但我也不是第一天面对谣言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 要是跟着那些谣言随风起舞 刻意切断和云朵的联系 只会让别人误会 那些所有对于云朵的谣传都是真的 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能让她受到那样的伤害 说实话 云朵 我呢 也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这件事 已经对我们秦宏网专益的形象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也多次提醒你们 无论何时何地 你始终记得 你们 是一个记者 很遗憾 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 云朵 从今天开始 我要解除 你情空网实习记者的资格 你收拾好你的个人物品 离开情空网了 别别别别别 刘总 刘总 这这这伤害没严重到 一定要开除他的地步吧 就是啊 刘总 云朵都说这是误会了 您就相信云朵吧 行了 行了 你俩别替他说好话了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张照片就是事实 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危害 我也是站在公司公信力的角度上 云朵必须离开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了 等一下 刘总 如果真的是为了维护情空网的公信力的话 这个时候更不能开除云朵 我知道刘总现在最担心的 是怕我们的专业信誉会因此受损 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开除云朵的话 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摆明了跟所有人说 我们情空网真的是通过不正当关系 去获取独家资料的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没错 不需要站对此事表态 也不需要主动说明和特别澄清 胡闹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们情空网每一个员工 都是遵循着同样的价值观 同样的新闻理想 千挑万选才来到这儿的 我们情空网的公信力 是建立在每一个记者 每一个编辑的职业操守是什么 如果单单凭着一张没有故事背景的照片 我们就和其他人一样 去怀疑自己的同伴的话 那这才是对情空网最大的质疑 好嘞 刘总 你马上给我写一份报告 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 跟我讲清楚 实习记者的身份暂时保留 但是 在编委会评估完你的报告之前 所有关于唐一白 甚至是南洋体育大学泳队采访的新闻 一律回避 好嘞 刘总 您放心吧 他的工作我马上安排好 一白 你听我说一句 你真的要为了云朵 跟你的袁总教练和飞玉赌这口气吗 我没赌气 你没赌气 等等等等 你 你没赌吗 没有 好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亚洲精英培训队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云朵 我不光是为了我自己 我也为了泳队的队友啊 唐一白 你能将团队的精神 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这种态度我非常欣赏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自己在放弃什么吗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的你 之所以有机会进入亚洲精英培训队 这唯一的筹码 就是你一战成名 还没在众人面前输 大家对你有着期待的空间 如果你非要参加梦想碑 那么你连一丁点的希望 都没赢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照你这么说 你觉得我们一般 赢不了加强比赛 赢不了梦想碑 是吗 没错 如果他 继续留着这样的武队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训练方式 别说拿冠军了 近八强都不可能 这又是什么意思 当我不存在是吗 到目前为止 我还算是一白的主教练 主教练是吗 是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唐一白的主教练 你连自己的队员 都没有保护好 你白白浪费他四年的时间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做唐一白的教练 没事儿的 云朵 没关系 现在看这些东西都是浮云 真的 云朵 你想想你的成绩 以前不跟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那不到最后一刻 谁知道吗 对吧 孙老师看好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东山再起 重回事业高峰 加油 你们也忙到没时间吃饭 虽然忙得焦头烂额的 不过再忙 也要补充点营养呢 你呢 又省一顿 营养够就好了 要是连自己的身材 都掌控不好的话 拿什么掌控人身啊 提到掌控人身啊 我们不得不服人家云朵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没人家云朵厉害 我就纳了味儿了 你说这云朵 是怎么爬到第三米呢 原来 人家有的是手腕啊 陈美帝 以我输的是心服口 你看云朵 整天跟领导对着干 如果他能留到最后了 什么名不定 又没长眼 他没长眼的是唐一白吧 你说他怎么看上云朵的 该不会是唐一白的眼神 会太好事了 真有 我还 我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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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他们说的那些话 应该让你心里很不好受吧 你也听见吧 嘴长在别人身上 我也管不着 我就倒没听见了 对了 谢谢你刚刚在刘总面前维护我 但是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小小的助理 以后不要再为了我 跟领导起冲突了 那怎么行啊 再怎么说 你都是我的师傅呢 师傅在我心中 可是比领导要大多了 你真是 四年前 我都知你被禁赛的消息之后 我的心里总会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你没有浪费运动生涯里 最宝费的那几年 最宝贵的那几年 如果说 像你这样有天赋的选手 能由我来知道 而不是在半吊子的教练手里 你想过没有 你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直到我亲眼看到你重返永谈 我告诉自己 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也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 这些年来 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你已经二十二岁了 对于一个游泳运动员来说 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 你必须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 沛教练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只要走过 就都算输了 这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吴教练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可能在你眼中 我浪费了四年 但我自己知道 这四年我才明白 游泳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没有这四年 就不会有今天 站在你面前的唐一白 所以我会用成绩说话 这四年 我没浪费 不送了 你就是云朵啊 你跟唐一白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两个关系啊 这两个关系啊 你知道唐一白有多努力 才有现在的成绩吗 你知道我们有多么珍惜他吗 现在好了 你为了一个独家采访 天天盯着他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目的吗 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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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云朵和唐一白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这真实 这真实 怎么可能啊 因为云朵 她是我的女朋友 这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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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唐一白之间是很好的朋友 大家所看到的那张照片 是当时云朵小受伤了 我知道 大家很关心唐一白的一举一动 才会有今天这么过激的反应 不过也请大家 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和隐私 谢谢 我们走 别走啊 你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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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别走啊 你别走啊 不用 别走啊 刚刚谢谢你啊 但是你刚刚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我是你女朋友啊 这要是被误会了怎么办 你是怕谁误会啊 唐一白吗 现在这样 是让所有人 停止追问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 毕竟你也不希望这样的回味 去影响到唐一白吧 这当是为了一白好 也为了保证你自己的工作 我看这段时间 你还是和他保持距离比较好 不是 如果我跟唐一白真的有什么 那也就算了 但是我跟他真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一张照片 去撒这么多谎 而且就是你刚刚说的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刻意跟唐一白保持距离 这样太奇怪了 云朵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 希望看到唐一白获得成功的 安晴 你有没有想过 唐一白努力了这么久 拼了命地想回到永浪 现在却因为你的关系 甚至影响到他整个运动员的生涯 如果你是唐一白的 你会怎么着 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 我怎么知道 都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想看到你受伤 人都是自私的 为求自保 别说跟你撇清关系 薛队人 他会把这件事情的全部责任 全部都推在你身上 不可能 唐一白不是这样的人 就算他真的这么做了 那作为朋友 我也理解他 是吗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为什么你现在脸上 是这么一副难过的表情 我知道 虽然你嘴上不承认 但是你心里还是喜欢他 是吗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是一个专业的记者 秦公网要是因为我的关系 遭受任何损失 我愿意负全部的责任 但是请你不要乱猜 我跟唐一白的关系行吗 不想一说 你替我解围我很感谢 但是这不代表 你可以随意猜测 我心里的想法 谢谢 帮忙 흡 快碗 Exodus ice 准备一个元 从 到 你都知道了 不仅我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你也别想太多 我也只是做我该做的事了 做你该做的事 你做了什么事 就是我已经正式拒绝肺教练 加入亚洲金培训队的事 谁跟你说这个事 我是问你 知道袁朵跟林子哥在一起 你没事吧 等一下 你刚说什么 你不加入亚洲金培训队了 这不重要 你刚说袁朵跟林子哥在一起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啊 你等一下 打给你看 就这个 各位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袁朵和唐一白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因为袁朵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去封尽手机打个电话 你去封尽手机打个电话 打打打 赶紧打 打呀 怎么回事 刚刚问问她跟林子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她们俩的事真的假的 你直接问她不丢情了吗 来来给我回来打 算算算别打了 我还是直接去见运动一面吧 也行 上次照片的事 一日她带来不爽困扰 那就走吧 走走走走 走走 吴教练 马上要训练 想去哪儿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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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去训练 教练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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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要想 哪儿都不准去 是 教练 我马上去训练 对对对 教练 我们要去训练 快点 走走走走 对 我监督她教练 走了 走 你问云朵 她是我的女朋友 什么时候出烦呢 我饿了 吃 吃 你就晓得吃 而媳妇都要让别人抢走了 你还吃得下去饭呀 云朵呀 阿姨 您是不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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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来得嘎早啊 是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是 就是今天工作没那么忙 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你不要骗我呀 我都晓得了呀 你 你看看 这个 您闻云朵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跟我讲啊 她是不是你男朋友 不是 她不是我男朋友 哪能不是呀 哪能不是呀 都拉手了呀 您我 她她在人前都说你是她女朋友了 哎呀 总之这个事情 一言难尽啊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总之她不真的不是我男朋友 真的不是啊 嗯 那就好呀 云朵 我 我们认识时间不长啊 可是 我老喜欢你的 你老可爱的 你说 你 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 我现在有点累了 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我先回去了 你先回去休息啊 好好休息啊 我先回去休息啊 你又没有想过 唐一白努力了这么久 拼了命地想回到永泰 现在却因为你的关系 甚至影响了她整个运动员的生涯 如果你是唐一白的话 你会怎么做 唐一白 他怎么会黄跟我打电话 喂 唐一白 喂 唐一白 我是武教练 武教练 你现在方便出来一下吗 我有事想和你谈谈 我带了一白七年了 他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的 在一白之前 我也训练过很多选手 有的因为太苦了 就放弃了 还有一些刚有一点成绩 但是因为谈恋爱什么的 就放弃了做运动员的道路 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 武教练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没有跟唐一白谈恋爱 是吗 那我问你 你喜欢唐一白吗 可能不到喜欢他至少对他有好感吧 我相信他对你也是如此 武教练 我还没有说完呢 对一个游泳选手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一心不乱 但是你心有喜欢的对象 你心怎么可能会不乱 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 武教练我没人想做坏人 我也是 可我 想为一白做一次坏人 人都我相信你跟我一样看重一白 相信他是明日之心 那我们能不能一起 为一白的未来考虑考虑 什么意思啊 答应我 不要再见唐一白了 您让我说一句话行不行 既然您今天都把我约出来了 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都告诉您 我也不憋着了 第一 我从来都没有用我记者的身份 挖坑给唐一白跳 我是真的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 我也从来没有因为成就自己 去写什么假新闻 您为什么就不让我跟唐一白见面呢 您这是妨碍新闻自由 知道吗 第二 唐一白 背我的那个照片的事情 我已经对外解释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个误会 那如果从此以后 我们都不能再见面了 那别人看来 岂不是更有鬼吗 这我知道了 不 您不知道 您要是知道了 您就不会整天隔离我跟唐一白了 吴教练 如果你真的为唐一白好 那您就想想 现在有人持续追踪报道唐一白的心人 对你们来说那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你先坐下坐下 我怎么被你给带跑了呢 采访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我们 我们换一个人行吗 不是你就行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是我 吴教练您想想 有哪个记者 比我更了解唐一白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现在对于唐一白来说 最重要的是游泳 是比赛 是他所执着的梦想 正因为我知道他为了这个梦想 付出了多少心力 所以我想以一个记者的身份 更是一个朋友的身份 看着他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想记录下这一切 告诉所有人 唐一白是一个多么让人值得钦佩的好运动员 吴教练你放心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成了唐一白实现梦想的绊脚石 不用您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你说的 那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现在的你 已经成为唐一白追求梦想最大的绊脚石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直接影响到亚洲精英培训队对他的看法 他因为保你 直接拒绝了加入精英培训队 为了我 他可能没有直说 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做 是出于保护你的缘故吧 如果这件事情影响到的人只有我 那我无所谓 我还可以用我的成绩说话 但云朵怎么办 我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所以袁总教练 我希望您能收回您的决定 让云朵继续他未完成的采访任务 我想说的 都说完了 不好意思 我还要去准备训练吗 他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云朵你是不是也应该 好好为他想一下 好 四 三 二 一 再来一个 加油 大家集合 好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为了让大家更专心地训练 五副教练提议 从明天开始 为期五天四夜的封闭训练 由五副带队 一律禁止外出 首期全部交给教练保管 这五天里 你们只能做三件事 训练 吃饭 睡觉 起来再训练 再吃饭 再睡觉 连我们手机没收 还让不让人火了 你们浪费在手机上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在接下来的梦想碑 如果你们想挤进八强的话 就得拿出你们自己的决心出来 你们别忘了 你们是站在多少人的眼泪和懊悔之上 才走到现在的 难道你们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吗 明天上午七点 向门口集合 你看 我跟你说 有的人是我特别奇怪 你说 这封闭训练一般都在 梦想碑决赛之后 这次怎么突然提前了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你 你说说 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瞒着没告诉我 怎么这么八卦呀你 赶紧去练 你这人话还没说完呢 你 你告诉我呀 怎么叫八卦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呀 好 因为我发现 这几年我游的最好的两次 你都在 就像我的吉祥物一样 好像只要有你在 我就能游得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快 我对引起的这些风波感到抱歉 但我不会为了坚持梦想而道歉 被禁赛的这四年让我明白 人如果失去了梦想 就不算是活着 所以 我回来了 但这里有一路陪我一起打拼 一起追梦的队友跟教练 这是我的起点 我们说好要一起拿下冠军 帮让男体大勇队 重新回到全国第一的位置 说出口的承诺 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你有没有想过 唐一白努力得这么成功 拼了命地想回到永远 现在却因为你的关系 甚至影响到他成为运动员的身体 如果你是唐一白 你会怎么这样 我推开说话 谁让我不打照顾就疼 但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直接影响到亚洲精英培训队 对他的看法 他因为保你 直接拒绝了加入精英培训队 唐一白不会真的因为我 拒绝了亚洲精英培训队吧 那我不就成了罪人了 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 我有事要宣布 这段时间啊 大家的努力我都看到了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 转正名额有限 因此 我会根据大家最近的表现 只留下前六名的实习记者 来继续接下来的实习工作 云多 你手上专访唐一白的资料 整理好了没有 立刻交给程美 刘总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只给您两个选择 一 我们晴峰网 取消对唐一白的专访 二 让别人专访唐一白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在举止 给秦控网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后果我愿意承担 但是这件事唐一白太冤枉了 刘总 我一会儿我就把整理好的资料都给程美 但请专访唐一白的这个计划 继续进行下去 连娱功证 连娱功证 command 顾终 您可以进行下手 跌尾 那种话 一言 不说话 甚至行 这个证划 又问账文 好 说话 孙老师挺舍不得你的 你把他收下 孙老师 我这人还没确定要走呢 你就送我这个践行礼物 你快拿回去 云朵啊 刘总已经发话了 现在那个排行榜已经不是浮云了 他一发话 这事就没有翻盘的可疑了 我完全没有希望吗 我要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呢 云朵 有好多事呢 他不是努力的事 孙老师很欣赏你 你够努力 你就是运气不好 时也 命也 运也 如果上次你能够采访到孙杨 那论功行上 你现在就是第一名 说敬心 如果上次你能够采访到孙杨 那论功行上 你现在就是第一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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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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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